第196集 那只手在门外抓了抓 借着伸进来一个脑袋 然后伸着从门外慢慢的进来 我站在那里一看呢 差点被吓死 直接进来的是一个女鬼 那个女鬼头上的头 如同乱毛草 脸上长满了烂肉 说不出的难看呢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闪着胸光 嘴巴已经揽成了窟窿 嘴里的尖牙直接搂了出来 往下滴着粘液 女鬼穿着一身红衣服 那身衣服下面都成了红布条 女鬼进院子之后 并没有看我一眼 而是紧盯着我家生孩子的屋子 然后慢慢的朝屋里走了过去 女鬼所到之处就会挂起一阵阴风 那阴风 只往人的骨头里钻的 鬼哭着上门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怕鬼到了产房会对媳妇不利 于是就有木棍拦在鬼的面前 不让女鬼往前走 那女鬼就是一个影子 身子直接穿过我 横在那里的棍子 慢慢朝屋里走去了 眼看 离屋子越来越近了 我当时真急了 用木棍朝着女鬼打 可无论怎么打都伤不了那个女鬼呀 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女鬼进屋了 你说说 屋里的媳妇正在生孩子 女鬼进屋子 会不会害我媳妇啊 里面就长大娘一个人 我 我都担心的不行了 哥 你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我听到这里就是一愣 想起了当年老无头 想的美人坟 老无头说 那个狮妖还可能回来 雪红的眼睛 一张长满烂肉的脸 身上穿着红衣服 现在赵三说的这个女鬼 像当年老无头说的狮妖啊 不过这个女鬼和狮妖又有一点不一样 狮妖虽然厉害 可她是个食物 自己有身体 而赵三说的这个却是虚无的鬼影子 分明就是一个女鬼啊 赵三说完之后呢 在那里急了团团转 李叔看着赵三着急就说了 三兄弟你不要着急啊 那个女鬼也许是来偷胎的 你可能是阴阳眼 才能看见那个偷胎的鬼 这样吧 我让你嫂子过来 给长婆帮忙打打下手 赵三听了之后一个劲的说感谢 李叔满不在乎的说 哎 左立颖舍的说这个干啥 我去看你嫂子去 大忙帮不上 小忙还是可以的 说完之后 就转身回去 叫李婶了 一会儿的功夫 李婶过来了 说了几句话 就直接进了产房 这时产房里又传来了痛苦的叫喊声 这个声音是赵三婶的声音 可以听出她很痛苦 在以前不去医院的情况下 生孩子就是过鬼门关呢 有些女人走回来了 有些正在挣扎着回来 有些永远回不来了 其实男人就该对你女人好 因为他们拿命给你生孩子 古语说得好 儿奔生娘奔死 一生一死 一死一生 生生死死 才延续了家族的历史 赵三婶在那里一喊叫 赵三不想再想那个女鬼的事情 而是在院子里 搓着手走来走去 慌得我眼睛都慌 这时产房的门打开了 我一看是李婶 赵三看见李婶出来了 赶紧的迎上去 问生了没有 李婶说 快生了 赶紧准备热水 一会儿得用热水 赵三听了之后呢 就跑到锅前烧锅 那时候没有煤气灶啊 煤气炉 那是城市里用的 乡下过年的几天烧炉子 平时根本就没有人舍得烧炉子 一般家中会有一个八印的大铁锅 炒菜做饭都是用一个锅里出的 赵三在那里一边拉着风箱 一边往里添柴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锅响了 这也是水要开了 赵三忙着烧锅的时候 李婶又出来了 高兴地说 生了 生了一个大胖女儿 赶紧的 给我弄些热水 好让孩子擦洗一下身子 赵三一听媳妇生了 当时就站了起来说道 生了 生了 太好了 我媳妇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母女平安 你媳妇好得很 太好了 太好了 对了 我怎么没有听见小孩的哭声啊 我的女儿应该哭才对啊 小孩呱呱落地 第一次总是伴随着哭声 有人说婴儿赤条条地坠地 娃娃直哭 只哭人生的艰难 后来会笑 是因为她感觉到了爱和阳光 觉得人生并没有想象中的凄苦和艰难 从医学角度看 婴儿出生的时候 大哭是一种生存本能 出生婴儿 大声提哭 能使婴儿的肺部充盈 有利于出生后的正常呼吸 因为啊 在母体里的婴儿是不用肺部呼吸的 为了适应母体外的生存 婴儿出生后要提哭 有的婴儿出生后不哭 接生员还要将孩子弄哭呢 赵三焦急地问道 李婶儿笑着说 你这个女儿啊 以后肯定不是简单的人物 别的小孩哭 而你的女儿一出生 不但不哭 还用眼睛啊到处瞅 我过去的时候啊 那小妮子竟然冲着我哥哥的笑 你说 这不是个小人精吗 真的 我的女儿 好不好看 好看 看把你急的 等我们收拾完呢 你急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赶紧地给弄热水去 好给你的宝贝女儿 用热水擦一下 赵三这才发言过来 赶紧地盛热水 又兑了些凉水 然后啊 让李婶儿端进屋里 接着 赵三又开始焦急地等待 等着长婆叫她进去 其实每一个 结江做爸爸的人啊 都会在自己孩子出生时 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激动 这种心情 只有你快成为爸爸的时候 才能体会 就在赵三焦急地等待的时候 忽然产房里一声惨叫 这是长婆的声音 好像非常的痛苦 惨叫声吓得赵三差点跳起来 赶紧地走到门口 朝里面问怎么回事啊 里面的长婆并没有回答 她在里面继续惨叫 赵三更加着急了 使劲地拍着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时李婶儿出来 看她的样子 非常的慌张和恐惧 好像遇到了 可怕又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婶儿一出来 赵三就赶紧地问怎么回事 李婶儿结结巴巴地说 你 你的女儿 我的女儿怎么了 她 她 她咬破了长婆的胳膊 在那里喝血 你快去看看 你女儿好像是妖怪 我们三个人一听妖怪 当时就愣住 那个时候 关于人生妖怪的传说多的是啊 据说人生了妖怪之后 妖怪只要干了毛 就会反过来吃人 我们只是愣了一下 接着就被长婆的惨叫声惊醒了 赵三一个跨步 跑进了屋子 刚到屋子里一会儿 就说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 这不可能 听赵三这么一说 我就要进去 被李叔拉了一把 北方大部分地区 风俗说 刚生过小孩的女人 所住的屋子 有血气 碰到对己不吉利 晦气 再之 因为刚生完孩子 不是家人进去也不妥当 还有一个风俗 住别人家的房子 生小孩 东家不会让其在屋内生产 因为机会血气 即使是坐月子 也不能在别人的家里住 这时赵三让我们进去 听赵三的声音也非常的慌张 看来 确实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李叔站在那里没有动 我却站不住了 不管那些规矩 抬脚迈进了屋里 刚一进屋 一股血腥味就扑面来 我顾不得血腥味了 进了屋里之后 顺着喊叫声朝李屋看 只见李屋的桌子上 放着水盆 毛巾 没有看见长婆 但她的惨叫声 更像 究竟是什么让长婆惨叫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奔到李间 伸头朝李一看 整个的人都不好 眼前的这一幕 有些不可思议 第197集 我看到一个 浑身是血水的小孩 死死地抱着长婆的胳膊 用牙咬着胳膊 嘴里传出吸血的声音 那个声音非常的响 再看长婆的手臂 显然已经破了 一直往外流血 此时的长婆脸上充满了恐惧 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由于手上有小孩 她不管乱动 手臂上的血 都被那个满身是血水的小婴儿喝到了嘴里 刚出生的小孩 趴在人的胳膊上喝血 这个我可是头一次看到 其实这个时候 赵三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叫他 三叔 你把小孩抱下来 我说完之后 赵三才如梦初醒 赶紧地过去 伸手抱住那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想把小孩扯下来 而那个小孩却死死地抱着 接生婆的胳膊 在那里 贪婪的允熙 手臂流出来的喜 赵三扯都扯不掉 本来刚出生的小孩 应该不知道抱住人的胳膊 可那个小孩却死死地抱着 长婆的胳膊 力气好像很大 一切都超出了肠里 赵三只好使劲地一扯 把小婴儿扯了下来 我这时看见 在长婆的胳膊上 出现了两个血窟窿 那两个血窟窿的血 一个劲地往外躺 看样子 被小孩咬得伤口很深 赵三看到这里 赶紧地把小婴儿往床上一扔 去找止血的东西 小婴儿被扔在床上 赵三婶可心疼坏了 赶紧坐起来大声地说道 别 别伤了我的孩子 他刚出生 经不起折腾 说完之后 赶紧把小婴儿抱了过去 然后用包包上了 这时赵三已经找来了毛巾 把长婆的手缠住 然后说 嫂子 我带你去卫生室看看去 长婆看了看 包背里的小婴儿 然后对赵三说 三兄爹 我手上的伤没有什么事 不过呀 你媳妇生的这个孩子 肯定是厉鬼投胎 她生下来呀 就长了四个鬼牙 刚才我给她擦洗的时候 她抱着我的手臂就咬 咬破了 就拼命地吸血 刚出生就吸血 这个鬼娃娃按说是万万留不得呀 当初老人们说过 鬼娃娃将士 如果不处理掉 等稍大一些成了气候 会害死很多人的 你们不行就 哎 不说了 老三啊 你好自为之吧 但愿上天保佑 我们这个庄啊 能度过此劫 说完之后 转身就头也不回地 朝外边走去 赵三都没有来得及送 长婆一走 赵三就在屋里走动去 一边走一边说 该怎么办 想了一会儿 转身朝床边走了过去 眼睛死死地盯着 情报里的孩子 赵三婶看到赵三的样子 赶紧说 郎家的 你这是干什么 赵三吼道 干什么 我看看 包背里的 到底是不是 鬼娃娃 不 不 咱们的孩子 不是鬼娃娃 她是咱们的女儿啊 我做梦都想要一个 这样的女儿 是不是鬼娃娃 看看就知道了 你把她给我 赵三婶一听 赶紧把孩子抱紧了 嘴里说道 不行 你会伤害她的 不能给你 赵三叔生气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 你刚才没有看见吗 她抱着嫂子的胳膊在那里喝血 你见过谁家的孩子一出生就喝血 赵三婶听到这里 一下子愣住了 赵三趁着机会 一下子把那个小婴儿抱在了怀里 朝点灯下面走 想看看自己的孩子 是不是鬼娃娃 到了点灯下 她仔细地看起了 墙包里的婴儿 只见包背里的婴儿 已经睡着了 那个婴儿 红扑扑的小圆脸 双眼闭着 露出长长的睫毛 微微张开的小嘴 嘴里的小舌头 还不时地舔一下嘴角 小婴儿一头乌黑的头发 还没有完全干 一丝丝地贴在头上 看上去 可爱极了 赵三看到这里 就像伸手扒开小婴儿的嘴 这时小婴儿忽然嘴角上翘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意 小婴儿一笑 赵三的那只手 在空中一下地停住 我看见她的手在那里颤抖 好像在鼓足勇气 这时床上的赵三婶说了 当家的 咱们的女儿这么可爱 一定不是贵娃娃 你赶紧把孩子还给我 赵三婶这么一说 赵三停在半空中的手 赶紧扒开小婴儿的嘴 想用手指头试试小婴儿 是不是长出了鬼呀 就在赵三把手指头 放进婴儿嘴里的时候 小婴儿忽然睁开了眼睛 那双眼睛一睁开 那胸光绝不是这么小的 小婴儿应该有的 接着 小婴儿张开了嘴 死死地咬住了 赵三的手指头 赵三啊的一声 三婶叫道 当家的 怎么了 赵三难过地说 他 他嘴里有鬼呀 确实是鬼娃娃 我刚摸到他的牙 他就把我的手指头摇破了 现在 正在使劲地吸血 当家的 这个不可能 我的孩子不会咬人 一定是错了 赵三听到这里 把自己的手 使劲地往外一抽 就看见 他的手上 多了两个小窟窿 手指头上的鲜血 一滴滴地往下躺 赵三把手指扬起来 对着三婶儿说 你看 确实是鬼娃 他嘴里 有鬼 哎呀 当家的 你想办法 救救咱们的孩子吧 怎么救 嫂子刚才说了 咱们家的这个是鬼娃娃 如果现在不处理 到以后 我怕会有许多人被这个鬼娃娃害死啊 到时候 咱就成了庄上的罪人了 说什么也不能留 今夜就扔掉 扔得远远了 招三婶儿 招三婶儿一听 当时就哭了去 一边哭 一边恳求 招三不要扔掉孩子 她的眼泪 一个劲地往下躺了 那伤心的哭声 让十人听了都落泪 招三看三婶儿哭 她把孩子递过去 对三婶儿说 媳妇儿 你再看一眼 这个孩子呀 确实不能留我 咱们当于 从来没有过这个孩子 我去找粪机子 把他送到山上去 说完之后 放下孩子 手胡乱用东西包了一下 然后就出门 找粪机子了 而此时的招三婶儿 一边地哭 一边地看着孩子 泪水如断线的珠子 床上的鬼娃娃 此时竟然躺在床上 咯咯地笑 那笑声 有点像冷笑 听起来很神人 过了一会儿 招三进来 只见他手里拿着手电筒 身后背着粪机子 里面铺了一层厚厚的脉壤 他把粪机子放在地上 然后抱起鬼娃娃 要往粪机子里放 三婶赶紧哭着制止 可赵三心意已决 不管三婶儿的哭嚎 直接把鬼娃娃放进了粪机子里 然后背起来就走 我看着赵三背着鬼娃娃朝外走 我就想拦住赵三 让他不要扔小妹妹 等明天再想想办法 可是赵三根本就不听我的话 紧直朝门外走 我直接追了出去 在外边正好撞到李叔身上 我一看是李叔就赶紧和李叔说 叔 三叔要扔到那个小婴儿 你赶紧地让他别扔 明天去找师父 让师父想想办法 李叔听我说完 就回头看赵三 没想到赵三已经出了大门了 此时应该是朝山林里走 他们装和我们装一样 有一片专门扔腰折的孩子的树林子 我和李叔追了出去 到了外边 发现一些人在那里窃窃私语 可能是他们听到了声音 出来看热闹 我和李叔顾不得和那些人说话了 直接奔后山追赵三